大家好,今天教育課題是ISLM 上課我們說,Assumption轉變會令題目變難了 我們這次試試看吧 平時的ISLM會有一個Assumption 叫什麼呢? 叫Intersway下跌,Investment會上升 或者Wise versa 不如先說一下這個Assumption是怎樣先 這個Assumption可以解做,當利息低了的時候 市民不想儲太多錢入銀行 他們就把這些錢拿來投資之類的東西 我們來賺別的錢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覺得這些錢放在銀行後就不太肉吃 所以這個Assumption就是我們一般教這個Assumption 但很多時候題目就會把這個Assumption轉變 例如Intersway下跌,不僅會令Investment上升 但今次就會令到Assumption上升 其實這個Assumption是很合理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試試想想 你的錢如果不放在銀行的話 其實你很自然就會把這些錢一方面拿來投資 另一方面就用來消費 在這一刻,你知不知道 今次的ISCurve會怎樣移動呢? 直左?平左?向左移動?還是向右? 當然,如果你馬上想到答案的話 就代表你在ISLM的貨裡面有一定功利 接下來你可以當興趣聽一下 或者聽一下不同的方法 好,在開始之前 不如我們再重溫一下英文字母 來說,在ISLM裡面 我們會用 i 等於 i constant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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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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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是Income Elicity of Money 最後就是MA MA就是MA的constant 再減到ER 而E就是Inters Elicity of Money 那些解決後 大家有共通的英文字幕會比較容易做 那來說 我們找了英文字幕後 我想教大家另一個方法來做題目的卷 因為有時候在MC中會跟你說 當Constant跌了的時候會怎樣 或者當B跌了的時候會怎樣 當D上升的時候會怎樣 其實在MC我們怎麼可以省時間做呢?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些中三學的數學公式來做 我們都會省時間很多 不如我們從Cy1中三的時候 我們學過那條式 Y就是MS加C是什麼 我們中三學的Y 千萬不要跟我們的Income混亂 其實這個Y是代表什麼呢? 就是代表我們的Y軸 而我們的M就是Snook 而我們的X就是代表X軸 而我們的C就是代表Constant 那大家能否找到這條式的Intercept呢? 那來講我們的Y Intercept呢 就是當我們SubX等於0的時候 我們就會出了 因為M乘0等於0 所以我們的Y Intercept就是Constant 而我們的X Intercept呢 就是把Y軸的Y濕到0 而我們的Intercept就會變成 -C除2M 好 那就開始試一下我們用這個方法 究竟怎樣做 那麼我們平時呢 我們先試一下IS Curve 平時我們做IS Curve的時候 我們其中一個方法呢 就是利用 C加I加G加 X減M等於Y這個方法 等於Y這個方法 我們就代表出來的 那麼這次呢 就比較容易一點 我們就把這次沒有政府的運作下 和Close Economy下 我們就把這個調整 那就是C加I 等於我們的Income 那來講呢 C我們也可以寫作 A加MPCY 再加我們的I I就是I-BR 那來講呢 就等於Y的 我們會把這個調整 那來講呢 那來講呢 我們到最後呢 這個調整的調整 之後呢 我們就把Y放在一旁 即是我們變成 A加I 那我們C加I 我們C加I 然後Y又放在一旁 加MPCY 再把Y調過來 就減Y 就等於我們的正BR 那為什麼我們會把BR放在右邊呢 就是因為我們平時 我們做的Equation 我們都是用R 做Y Intercept 或者R做Y軸 我們這樣把R 來講呢 就會比較容易 因為有時候 學校會教 有時候把Y做Y軸 或者把R做Y軸 怎樣變成 但是我們為了統一 或者題目多數會問 都是用R來做Y軸 所以我們用R來做Y軸 所以我們用R來做Y軸 我們就會方便很多 好 最後那條色 我們就變成Constant A加I 除回B 因為我們把B 除過來 再加NPC-1 除以BY 就等於R 到最後那條色 我們就可以寫成 AR 等於 -1 1 我們這個伏回1-npc 除 B 就會等於我們的階段 最後這個 constant 除 B 就等於我們的 Y Intercept